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很欢迎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 我相信我们有的人 一定会听过这个很趣味的故事 就是说 中国民党带兵来到台湾 统在台湾后就发生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说有些军官 他的宿舍要投资来水 是怎么他有想到要投资来水 就是他去看到有些台湾人的房子 或是店 要投资一个水灵头在白铃 转的水就走出来 这样他感觉不错 他们不用去戳水 用水抽脱水 所以就想说 如果倒一个东西在白铃 这样就有水会走出来 所以就有人走去 在白铃铃铃去买一个水灵头 回到白铃铃一层 在台湾去 这样转 结果转无水 转无水呢 这些中国民党就走去 在五金党在那里有火 火很久 火都不通 后来五金党的老板说 这样不是办法 说整部阵都没有 就走去 他在住的宿舍 把他看 这才知道 里面没有水投资 没有水投资 你到水投资 水灵头是没路由的 所以就把他解释 说这就要有水 这倒在这里有效 这是发生在当年 前后国民党 带部队来到台湾 是发生的事件 我们也知道 以前台湾人说 自来水 这是后来 国民党带来的武言 说自己会走来 这个叫做自来水 我们以前不叫做自来水 我们叫做水投水 抗水投资 水灵头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不是在国民党来后 这也不是在中国 以前青岛的石材 有的东西是日本人来后 我们这里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水投 这都是日本大来的武言 就是我们如果说到水这方面的东西 水投的东西 水准央这个东西 都会去想到一个我们食材的人 叫做八点二亿 因为八点二亿的贡献很大是做黑山头水口 然后有很多白水的水落 让这些加南地区的产品 可以吃到八点 不过我们要知道 真正来界外设计 我们台湾这种水投和水落 是一个英国首级男人 在台南的水投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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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个学生 都是一个放在台北的纪念当上 都因为在第二次台前的博旗 日本因为建政的主缘哪来哪就 所以有命令在台湾所有这些 档、档等的东西 看到统统要收集 要送回去日本 要做建政的物资路用 所以这两次档、档、档、档 就都去让总统府莫书倒回去 今天就找不到他们档、档 我们可以了解 在2005年 这个巴顿出世150周年的时候 台南基米集团的头基 这些就是口吻 certeza 就是达书也是这些国家绘团的第二次 他是 Glenelden 身影出現的工具 所以他就像这个兵亚密宿龙 去找他的资料 过去有人给他的胸皮的东西 都给他找出来 这又请一个藝術家 教宿家 就是扑和名宣誓 照他的资料 又给他定心做一宣 然后在2020年 将这个东西送给台南市政府 所以台南市政府 就将日本这个兵亚密宿龙的东西 再采党回去在这个山上水道纪念馆的所在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 九年 九年日本在古兴 一个叫做下水文化研究会 当年在古兴这个研究会下水文化研究会 的时候有特别邀请 巴尔顿这个苏吉兰 这个 就是威延巴尔顿这个研究会 在日本参加 中文化研究会有去参加 所以让这些日本的人更清楚了解 说台湾也有得纪念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有得想要占有来回合 从这个苏吉兰巴尔顿的东西 就定心把他整理起来 会纪念图的地方 让更多人清楚了解 那是怎样我们在说这个水道水 或者说阻碍水 水很重要 因为这个水就是清洗的水 所有我们在说公共卫生的最基础的东西 应该这样说 公共卫生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水清洗 清洗的水 我们每日需要 喝 吃 洗手 有清洗的水 洗手 手清洗 水如果没清洗 我们的手没清洗 我们吃的东西就没清洗 所以水是所有公共卫生的基础 那是怎样 日本来通知台湾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台湾的公共卫生不好 因为古代的人用水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製水 一个就是茄子水 茄子水啊 我们知道台湾人有这个不好的习惯 说丝鸟钓手头 丝到放水楼 所以这个茄人常常发现 有那个丝到在水楼放在楼 但是那个水 茄子水我们也在洗衣 茄子水也在这里吃 我们有那个习惯 知道那个没清洗 要得来煮煮好沸 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会了解 有的洗沸是用一般 火炸在那里沸 也不一定沸会死去 所以基本上如果有清洗的水 对公共卫生是很重要 日本是怎样会感受到这个 因为日本来到台湾 通在台湾 一百九五年通在台湾 然后就发现一项 日本的兵在台湾 我们真的建政世纪的没多 但是感染到团严病的世纪的人很多 当时最普遍的东西 最普遍世纪的团严病就是 我们也在说这个虐纪 虐纪也在哪里 这个虐纪很严重 虐纪严重 包括英国来的宣告师 也有几个人因为 中央虐纪来死去 我们知道中华基督教评 它会冲刺者 老人以前也是因为中央虐纪 陷陷死去 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清晰的水 对公共卫生的重要 譬如说 我们在最近 去年到近年 发生全世界 这个武漢危险失望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 防止这个武漢危险扩散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常常洗手 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水 我们也不可能 在公共卫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水的重要性 台湾有这个水就有水 最开始我们就要去 感谢英国所欠人人 William Barton 他是很特地我们 给他记念 也给他笑念 的一个外国工程师 我们先说到这儿 休息一下 再来继续 我们头上有的说 William Barton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在 156年5月11日 出席在英国首席 他的老板是一个律师 也是很出名的律师 又不但他的老板 也是一个业绩的律师 学家 173年 巴尔登 他对爱丁保 钢业专业 专门学校比较了后 他有去到在伦敦的所在 加约 在一个跟他的阿杰 那两个人去做一个公司 在这个阵前 他有先在爱丁保 有一家 钢丁寺寺 这叫做 Brown兄弟寺寺 在那里有做一个 工程的欺骑 这是钢丁欺骑 然后五年的欺骑 他签了后来就去到 在伦敦的地方 他在伦敦的地方 在那里是做公司 一个很重要的主任 钢丁寺 他全面在附着什么 附着钢口 附着钢口的工作 钢口河川 钢口河川 这种土木钢丁的建造的工作 然后他跟他的阿杰 就离开这个 Brown兄弟的事务所 两个人自己去开钢口寺 专门在做英国的河川 排水系统 然后他到在伦敦的所在 也去做这个钢口 也做一个很重要的钢口寺 不然这样 他就加入在英国钢口寺协会 19世纪的额半期 19世纪的额半期 在整个的欧洲 最重要 也是很普遍的推动 就是这个水里钢口 水里钢口的后面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卫生下水道 我一句话说 卫生下水道就包括什么 说对变素、液晶、排出来的水 再来 要如何供给水到家庭里面 让家庭可以去使用 这个水原来 而饮料的水排下水 这叫做卫生下水道 让这个在整个欧洲 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额半期 整个欧洲是非常热闻 这个卫生下水道 在罗维就在这方面 很多一个很重要的 很出名的钢口 一百八十年的五月 一百八十年的五月 在英国的伦敦 有办一个世界卫生钢口的 博南会 世界卫生钢口的 博南会 在日本当时派一个卫生局 通计科学库 转停去参加 这个科学库就英俊钢一龙 英俊钢一龙 它代表日本去伦敦 在博南会参加 来到这个巴尔典食材 后来英俊钢一龙 它回去 在这个博南会后 它回去 它就成为日本卫生局 第三局的局長 不过它回去后 没多久 日本发生这个 Korela团严兵的很严重 Korela就是我们在说的 后乱 这个后乱团严兵的很严重 后来就开始 日本的内政部就开始 在访世界 公告 说我们需要有这种 卫生下水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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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程 需要有这种 这种的转家 来到我们的国家 因为英俊钢一龙 他在伦敦有食材 所以他就把内政部长推荐 说哪里当平以来 这个是在欧洲 特别是当时的英国 很严重的一个水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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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有一個衛生工學部 這個東京大學的校長 他就想說日本也需要在培這個人 巴爾就是這個民族的專家 所以如果是可以 順便要請他來在大學裡面開科 開科就這樣簽約簽三年 從八七年到九孔年 在那請他在學校開科 開科讓他的身材儘管 是當時東京 這個東京的道長 東京都會收到的身材 那算儘管儘管 後來他在日本就開始 在學校教授東京大學教授 他有在培幾年為結出的學生 因為就帶這些學生在日本各地方去科授 要如何去設計 去界為這個劑水的系統 又去過新豪福港 共産下官 這些很重要的都市 特別在沈山秋田 後來認識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做 孝順新兵 孝順新兵 後來來臺灣 他來臺灣是做這個雷政 像我們今天在說 總統府裡面雷政部的部長 也有做過衛生部的輔助人 原來我們知道拜登在日本做得很成功 當日本通知臺灣的時候就發現 有這個水很清潔 日本有這個孤頓的計劃要將臺灣 立即在日本的本土來臺灣 有準備要帶領移民來臺灣 如果要來移民臺灣 第一人就是衛生的條件 就是水 我有說過最重要的 基本的東西就是水 水如果沒有清潔 移民來 那是很謀欺 所以這個總統府就開始的計劃 跟日本的兵在臺灣 是不少人都跟這個水沒有清潔的關係 所以就在一百八千年 日本就一直想說 在這個拜登在日本做得很出名的時尊 在九五年日本來通知臺灣 九七年就開始 他當時要如何整理臺灣的這個水 或是說這個衛生集水的系統 這樣就經過烏頓新兵的建議 因為我有說過 他在沈生這個地方 有跟烏頓新兵在那裡來食材 不但是這樣 烏頓新兵在日本也有聽到 這個拜登的講述 所以他就把總統府當時的總統貴 在泰龍特建議要請他來 所以拜登在一百九六年 一百九六年七月二日 他就帶他在台北開車 後來在日本在做這個水道工廳 最結出的一個學生 他就兩個人四處去探索 很可笑到一百九九年 這樣在台灣三年的時間 他也是避免什麼避免 也避免啦 來打拼過身去 鄉年只有四十三歲 但是他雖然在台灣三年的中間 他投一個政立出來的水道系統 就是什麼淡水 我們就說康尾的水道 康尾的水道就是他設計出來 再來是基隆 暖暖的地區的供給的水 也是他設計出來的 人後新兵 這裡都叫做水道水 水道水就是這樣一個一個 一直設計出來 不然這樣又帶他去到高雄台南 當時的台南算很要緊 因為是收都台南府這個收都 那時候有十萬人的人口 但是沒有清洗的水 所以都是在巴爾頓 帶這個便宜 還去設計 還去把它完成 因為這個英國 台灣才有這個 所謂水道水 我們說的阻力水會出現 這個後來 William Barton就去 讓這些專門在研究 這個水的人阻力水 或是說水道水的人 幫他親給一個很有名牌 的名牌 叫做臺灣自來水之父 就是William Barton 真特地人跟他感念的一個人 很重點選擇有得到這種的了解 所以也很願意 可以定心來做一個 它的當中放在台北 我們在水原地的紀念方向 可以放在那個地方 讓我們後來 讓我們後來接台跟後來怕孫 來感念這個對我們 台灣有貢獻的外國人 William Barton 到下禮拜時間收看這個節目 並且我們希望大家平安 好 TEG